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我是讲师老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课程中,我们会谈的是关于 重点词或者是说通用词,品牌词 这些创意的一个抓写策略有些什么 我们把PVT放大,我们把PVT放大 通用词抓写的一个策略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标题 标题的抓写方式是在哪里呢 你看一下,一般在抓写标题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通用词 通用词的话,我们就选择的是 自爆家门的模式 尤其是一些医院 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一些传统的企业 最喜欢这样来去做 在标题里面,他可以这样写 什么什么什么的 官网,什么什么官方网站 官方网址,对吧 这个叫自爆家门模式 第二种的话是叫坐标版 首血 那么现在首血的话,这个关键词的话不要找了 不让干了 那么行业的领导品牌 对吧 权威,保障 第一 那么第一的话,这个的话已经不能了 排名前十的 对不对 那么全省前列的 什么什么指导的行业的 领头羊啊,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些是伪信息 第三点,这个的话也是用的人比较多啊 百度知道啊 知道问答的啊,以解决啊,怎么这种模式 询问起来,哪里好哪就好 啊,这种模式的话用的也还比较多 那么还有一种正义的行 但是正义的行的话要有一个明星的一个授权 但是他在这里写的话,他不写某个人的明星的名字 他只是说明星推荐 一般你一些传统的企业 你可以说明星推荐以后像这种 老百姓一看就是忽悠人的 潜在用户一看别知 对吧 每个人都是眼睛都是血量 对吧 还有第六点的话就说 正乘型 二十年的品牌 二十年零食股 这个的话是一月的一些比较写的比较多的 如果你是一个传统企业 你是一个 呃,旅游行业啊 十年零投数 啊 对吧 十年零投数 十年 行业的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还要比较波液起的话 那么就可以增加一些数字啊 一些特殊的符号 那么就像这些 就像这些 这些都是可以去增加的啊 这些都可以去增加 我们还有什么 如果我们写完了标题 是不是很有描述的 对不对 描述的话 我们可以在前面 或者说后面加上一个美金 那么像这种的话 可以加上一个电话号码 这个的话也是有很多人 很多的企业是经常这样干的哈 现在医疗虽然是 出现了什么未着急事件啊 但是的话 这个的话还是继续 第一点的话 优势 你的品牌历程 规模 设备 专家 我们传统的企业没有这个 这些规模 没有这些专家怎么办呢 我们的品牌历程 是不是可以去 整 对吧 去搞一下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我们的专家 我们的专家没有 我们不需要专家 我们的营销 大师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看看我们的这些案例 对不对 这些是不是可以去增加的上来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传统企业 一些什么 火锅加盟啊 加盟行业 你的规模是多少 你的品牌历程是多少 你的设备是不是比较心理的 对不对 我们还有专家指导 对吧 我们的技术的话是什么 是最新的 对吧 然后我们的效果是什么 你看我们学过多少多少家电 我们学过多少多少家电 你看从我们的乘数型的这种优势去写 我们的创意 然后在页面端上面的话 也是展示的是这些内容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来现在 现场来去看一下 啊 现场直播一下 打开我们的百度 在这个位置啊 我们搜索火锅加盟 我们看一下多不多 马上火锅 火锅加盟OK 然后我们点开第一个看一下它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看一下标题 中国十大品牌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模式 第一种对吧 自爆加盟 什么官网的话没有 我们看一下 全行 排名全几的 你看是不是这种叫伪装型 啊 伪装型 信息 伪装 啊 信息伪装 我们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进入到这里面的话 你看一下新闻 然后还有什么新闻报道过的对吧 那么这个的话都不是很完善 我们往下拉一下 全国开了多少家店 我店面展示这有啊 店面展示你看看 这些是不是店面展示 店面展示啊 你看这往下是火锅的一些持法 其实这一块的话不应该放到这里来 这里面来对吧 还有二维码这种太明显的广告性质 那么也不介意你放到这里面 这个是页面设计有关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马上打开 有些的话你看这个是什么引力代言 是不是用一个明星来去标榜 对不对 明星来去标榜啊 明星来去标榜 但是我们在搜索里面有没有明星标榜呢 十大品牌火锅 上了什么上市企业 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突出品牌啊 这一块是什么呢 中国火锅特色什么什么 你看麻辣香香啊 麻辣香香 中国火锅特具什么 什么什么价值十大品牌 珍珠牛肉 这个的话其实不是很好啊 这个不是很好 好吧 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借力打力 就是说CCTV推荐 啊 但是现在CCTV的话 这个描述的话已经不上显了 可以说是媒体推荐 什么野艺明星的一些推荐 对吧 那么明星的手决对吧 你看一看 项目的龙链型 优势的解读 主打哪些 特许什么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 还有荣誉标榜 荣誉标榜 最具影响力 最是不让打了 教会有影响力的一些 什么科研基地 对啊 什么什么 啊 我们看一下 一把科研基地 这一块的话 一把是科学的话 比较少的 什么老字号啊 你看像这些 对不对 年转百万 还有直接增加电话号码的 啊 直接增加电话号码的 我们再刷新一下 现在商业推广这个的话 之前的话是叫推广 那么现在他这一块 把它改成了这个红蓝色的字体了 商业推广 商业推广 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还有第二种 这个的话是一个通用词的话 这个是哪一类的是要属于通用词呢 我们就不去讲太多 对吧 通用词比较简单 啊就是大家去搜索 就像我们去搜索一个 SUM 跟SUM培训 SUM这一块它就属于是一个通用词 通用词 我们看一下重点词 重点关键是说 是我们很多的企业是比较注重的啊 字数型老字号 不用说是在医院的老字号 刚才我们去搜索活物家们是不是可以看到老字号的对吧 标题 让你拥有什么什么联大啊 这个的话是偏向美中行业的啊 请问型的话就说哪里好哪家好 那么我们来在百度里面去搜索一下 有没有呢 有肯定的 我们去搜索一下在百度 在这个位置搜索啊 南科医院哪家好 南科医院 现在我们看到了吗 现在我们打开了对比一下 在这个位置 哪家医院哪家好 有没有后一人多少钱 价格 是不是有人去搜索呢 规划或治疗 效果好 医院收费低 啊 你看看 哪家好哪家好 有一些关键词的话 只要这样干的 你看到吗 整句话 有时候反而这种关键词 虽然排名不好 但是他创意的话 他把整句话都搞成这种样式 反而还可以获得很好的一个点击 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创意 啊 也是一种创新 也是一种创新 我再往下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下面的话 出现了这种推荐 看到了吗 推荐 像这一种样式 看到了吗 其实有时候整整什么 过号高 过号中心 反而正规的话 反而有一些人不相信的 反而有些人不相信 还有什么 一锤 就这么解答什么 效果百分百 那么效果百分百的话 现在的话已经不能干了 怎么办 标榜啊 把它换了啊 标榜啊 揭秘型呢 啊 揭秘型呢 什么不容的秘密啊 这个话一般喜欢的话 始终使用在哪一方面呢 揭秘型的话 一般是使用在一些网王的比较 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啊 有时候一些女的爱美 爱美之心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嘛 那么女心什么什么明星 然后不老的秘密 告诉你全身什么什么价格 不要突出价格 秘密啊 什么 什么知识啊 什么安全啊 这一类哈 这一类的一些标题 放在网膜里面 吸引度 吸引度比较好 点击率也比较不错 对不对 那么还有什么互动型 互动型 那么科普型 效果怎么样 达到什么 促销型 促销型的话 现在的话 如果不是节日的话 我不介意你们去放这一类的关键词 其实没多大价值啊 其实没多大价值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 如果是在描述的写写作的方法是什么呢 有品牌历程 规模 专家 这一块的话 一问一答 这些都有人比较多啊 广告号召 效果承诺 效果承诺 效果承诺的话 其实不太接你们去干 因为我们很多的企业 就因为效果期 效果承诺啊 都已经被举报 如果你承诺做了达到多少 达到多少 那么最终的话还是做不到的 如果你是一些传统的企业啊 就像一些什么 纸杯定做啊 然后通过线上转合为在线下来去制作 这个是特别特别传统的一个企业了啊 传统的这种行业 有很多的企业是 我看到的 你看 随便收啊 随便收都有啊 随便收都有 还有什么火锅加盟以外 还有一些钢材 钢材加工 刚才加工啊 那么这些也有啊 珍贵什么什么 刚才加工的话 这个的话 它有点偏向一个 呃 加盟的了 我们看到这一块 有出现了个什么问题 这一条窗椅 跟这一条窗椅 这两条窗椅 跟下面的这一条窗椅 这叫罢屏啊 这叫罢屏 流量劫持嘛 按照这种来说 是一种犯法的行为 但是的话 一时间也抓不到啊 那么我之前也真 尝试过这个啊 效果还是蛮好的 就是当用户去搜索这个 关键词 尤其是一些比较传统的企业的话 经常被人家爆评 啊 有时候我们去搜索什么 在这个位置去搜索 A4页目啊 一看下面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都有的啊 都有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 还有这几种 如果我们是做一个创意的描述 描述 描述的话 我们突出什么 突出这些就够了啊 如果是出销活动 尤其是什么520的啊 如果你这个产品 涉及到一些与爱相关的 你都可以去设置520 如果是活动相关的哈 双十一啊 半价啊 记住 你在保证罢价的时候 你这个产品的质量啊 这些要搞上去啊 还有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通用词创意的一个策略 这一块的话是一个品牌模式 啊 品牌的 自爆加盟 刮网 自我标文 什么啊 这些都是比较多的哈 品牌的会比较多一点 学日抓家清整 然后什么 啊 我们就不去 我们就不去啊 我们就不去一个个的念 比较简单 这个呢 看你怎么去写 如果你不会 我告诉你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多看多学 在网上去搜索啊 复科医院 我们去搜 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这些都是复科医院啊 我们去搜索复科医院啊 或者说南科医院 好 我们去搜索一个南科医院 哎 你看 你看比较多啊 可以去学多学几个哈 多学几个 你看 这个什么呢 避雪什么什么 宜良蟹的什么什么 你看 这些是上海的是百度快照的 我们再去搜索一个 云南旅游 云南旅游 你看一下 像这些 云南旅游的话 现在的话 它没有呢 有的 看看 一个是淘宝的 还有什么呢 一片 然后 大理旅游 哪家好 哪家好 像这些 是不是有疑问的 对吧 如果你直接 直接知道这个品牌的话 那么直接去搜索品牌 就像什么 青年 旅行社 啊 网站 像这些啊 如果直接有 比较有信赖的 比较有信赖的 像这一类的 去搜索的话 那么它搜索是什么 青年旅行社 叠开进去 也是比较相关 也是青年旅行社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它的找号就比较好 比较高 也比较好 云南省国际旅行社 你看像这种是什么 叫昆明分社 但是不是啊 我要找到什么 青年旅行社 像这种情况下 虽然你的产品是 我去搜索了什么 昆明 或者什么 青年旅行社 我比较信赖 我去年 或者说 在上一层 我去旅游的时候 我选择的就是 青年旅行社 那么服务比较好 对吧 那么态度也比较好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第二次来去搜索旅游的时候 我还会去找这一种 这一种的话是 针对的是哪一类的呢 是一些 不是很清楚 不是很明确 我们这个推广了 如果特别明确说 这个推广的话 不是那么好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它就不会去选择了 这个的话也是 比较有很多的企业 是 也会出现的 你看 这个云南国际旅行社 的话 它做了一个罢瓶 有三家 一家企业的话 都有三家 我们可以点开看一下 是不是他家的呢 这一块有一个叫商业推广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一块 它是不 不让那个写出来了 之前的话 它是有一个写式的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个什么 云南国际旅行社 昆明分社 这是一个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第二个也是他家的 第二个的话 就是一个企业 它就没有企业的相关的信息 没有企业的相关信息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还有这一个 这一个的话也是一个企业 国际旅行社昆明分社 它是做了两个网站 开两个户 开两个户 你看 这个的话 它是选择的是不一样的 这些都是一些技巧 这些都是一些技巧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一节课程这个内容 我们就讲到这一块 那么希望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一边学习 一边操络 一边操练 然后一边也是去总结 去学习别人的 虽然我们不一定说是 必须要有绝对超高的一个创新 首先要学会学习 好嘞 感谢学习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讲解 或者说在下一章节 我们再见 好 拜拜 拜拜